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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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么样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赶紧 直接口水 哎呀 就是我都满地口水了 到处都是 你看你看这 你看人家真的满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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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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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要有 也没事吧 他问他 咱们上那里边看看去 好 走 你看 真卖了很多这种 是 这样还有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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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有这样的 哎 我跟你说 先不要着急 我再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一定不会让你后悔的 我不走 然后你看 哇 这个是什么 大哥 您这是不是在上脆皮糖水啊 对 就是让它有那个糖色嘛 你看我带你到仪良县 每个地方 我们都走一走 你看随处可见 都是这个仪良烤鸭 对 你看 这是什么 就是地方不大 但真的是成为它这边的一个 标志性的规方 仪良被誉为 滇南烤鸭之乡 悠久的历史 缔造了流香百世代 宜良烤鸭这道名菜 在这个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小县城里 大大小小的烤鸭店 数以千计 平均每两平方公里 就有一个烤鸭店 从集市到街边小店 再从街边小店到豪华饭店 烤鸭的香味从店里的后厨 一直蔓延到宜良的大街小巷 在这众多的店铺中 Denis究竟会带蓬蓬去哪一家烤鸭店 大饱口服呢 蓬蓬我给你带要到的地方就是这里 又不让人吃啊 又不让人吃啊 好戏总在后面 其实我带你来的这地方呢 是这个宜良当地最纯正的一个烤鸭店 你看 看什么 四海烤鸭饭店 四海烤鸭饭店是宜良当地有名的老字号 三十多年来 店内烤鸭的制作一直延续着六百多年前 宜良烤鸭的制作工艺 保留着最纯正的口味 深受当地人追捧 而六百多年前宜良烤鸭的制作工艺 到底是有什么秘方 丹妮斯和蓬蓬就将一探究竟 所以我要你把股子留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的我还做完 那走吧 丹妮斯哥哥快点 这位就是我们李总 好 谢谢您 你好 李总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这是跟着我身边的这个纯正的小吃货 蓬蓬 对 我们俩是闻着烤鸭的香气来的 对 是被吸引过来的 你知道是爱的 对 因为之前不是跟您聊过吗 然后就是说我们到宜良当地呢 肯定要探寻当地最出名的这个 就是宜良的烤鸭嘛 然后我知道您这边就是几十年的老乡香 你们了解一下 好 你看蓬蓬 这些就是我们的菜品 太丰盛了 我看看我就想流口水了 蓬蓬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就是说宜良烤鸭和北京烤鸭 有什么样的区别不同 对不对 不如这样 李总来给你讲一下 好 我们的烤鸭的主持 刘文先生 当时从北京把这个烤鸭的技术带过来 相传宜良人刘文将北京烤鸭做法 带入宜良 由于南北口味差异 当地人并不习惯北京烤鸭压肥之后的口感 而偏好口味清淡的美食 所以刘文寻遍西南各地 终于找到最能将北京烤鸭技法 与南方口味相结合的鸭种麻鸭来制作烤鸭 用麻鸭制作的烤鸭既鲜香酥脆又脂薄爽口 顿时风靡一凉乃至于南 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四海烤鸭店 在当地那么受欢迎 这个就要讲到我们的食材了 我们的酒传蜜餐 我们的食材也是太衰的 您能不能带我们更加奇怪地感受一下 这个你们就要去我们的养鸭基地 我们专门的基地 你们去参观一下 四海烤鸭养殖基地 位于一两狗街镇 基地主要负责培育专供四海烤鸭饭店的右鸭和橙鸭 蓬蓬和Dennis就将从这里开始 一层层揭开四海烤鸭店烤鸭的秘诀所在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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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就是四海烤鸭这边那个李总 然后有安排我们到这边 是的 李总已经安排我们专门这里 等着你们进去看鸭子 好 免贵姓 好 免贵我先这样 哇 这么多鸭子 这全是麻鸭 所以他们才叫做麻鸭 因为他们密密麻麻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啊 你知道 杨阳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麻鸭好不好 好多鸭子 因为你看这个鸭子 它的蚁毛是灰色 然后夹到那个白色 还有很多那种点子 点点的 所以叫麻鸭 宜良的口鸭 其实它是最好是用几岁的这个鸭子 最好的话呢 是用两岁的 就是这边了 是不是 从一岁半到两岁的 都是成年鸭 那这个要怎么分练他们多大了 我总觉得您满眼睛里看都是烤鸭 我带你们去进去里面参观上 你们就可以很容易 行 我们全面了解一下 好不好 这边走啊 因为我们现在就随着鸭子一起迁徙 对 是 大家都是成熟的鸭子 大家都是成熟的鸭子 这个宜良烤鸭跟其他地方烤鸭 从食材方面选择就会有不一样 对对对 那咱们这块的养殖 这个麻鸭的话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现在养殖这些麻鸭呢 一直都是传统的古法养殖 因为我们的前辈人 许多大厨 他们经过许多次的尝试 发现只有用这种古法养殖的这个鸭子 的话呢 做出来的鸭梁烤鸭 才是最营养最美味的 我们这边鸭子的养殖的话 一周两天吃荤 两天吃荤 五天吃素 还分荤素搭配啊 相传 当年刘文偶尔看见 鸭子在田间 着实散落的穀物 于是得到了荤素搭配的饲养灵感 又在此后数十年 不断总结经验 终于得到了麻鸭饲养的秘诀 麻鸭养殖 需一周内两日投食鲜鱼火香 并服饮适当运动 其余五日 喂食玉米 并控制麻鸭活动 此法饲养出的麻鸭 肉质紧实 又不缺乏脂肪 用其烤出的麻鸭 鸭皮酥脆 油脂清爽 肉质鲜美 挨着独特的麻鸭撕牙方式 也一直被后人保留至今 郑姐 我想问你一件事 就是你看咱们这个鸭场 这么多只麻鸭 能不能给我们一只 可以吗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的吗 但是这只鸭子 你们不能不劳而获 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喂鸭子 喂鸭子 又要工作 好累啊 这就是为你们准备好 为给他们吃的玉米 那么多呀 我看 多吗 我看 听不懂 我怎么那么不信 你听不懂呢 一个鸭汉子 你最近越来越会装了 我是柔弱的美少女 柔弱的美少女 吃东西啊 都不了 怕吃啊 怎么都不吃 我看这样喂的话 会把鸭子都吓跑的 你拿过鸭汉子都给你放到那根石板 因为我们是大拍的方式不对 大拍的方式不对 对 你还在里面 好 这就有专门的 鸭汉子还有专门的吃食的盆子 专门吃食的盆子 就把它放在 放到里面 对对对 把它放到里面就行 就要放到里面 对 那行 那我们来喂 然后你去 给我们准备重复好不好 好的 好 给你超出漂亮点的 好 谢谢郑姐 这是我来的 这是我来的 这个 哎 你看它已经拿过来了 还给你拿了一只蛮大的 郑姐 我来了 鸭汉子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哎呦 你看咱们 还给我们准备两只是吧 哎呀 你看一下啊 这个是两岁的鸭汉子 那个是一岁半的鸭汉子 首先从这个羽毛上来区别啊 你看它脖子上面切羽毛的话 都已经是白的啊 它长好了 漂亮 都已经是白的 你看它的翅膀上这些毛呢 都比较坚硬 嘴巴这边都是已经是 已经是光色的了 已经变成了 它下面这个经常走路嘛 你看它这个 脚垫 我已经决定了 它叫大王 但是宠 其实自己的宠物 都要给个印记 那你怎么给它个印记啊 那怎么办 还给它亲一口 所以呢 好吧 那就给你准备一个 这个好了 小铃铛 对 脖子好长 好漂亮 你特别适合穿高领毛衣 现在大王就属于蓬蓬了对吧 对 那其实我们护士到这个食材 算是我们体验就是完整了吗 还不算完整 还要蜂蜜 要蜂蜜啊 蜂蜜 那这个蜂蜜要去哪里找啊 专攻我们四海烤鸭的那个蜂蜜的话 在麦地冲的那个村子里面 你们可以到那边去打听一下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找蜂蜜了 嗯 带着你的大王 爸爸啊 我们早来跟你家鸭同伴们说拜拜 走吧 大王 麦地冲位于宜良以南 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 由于这里气候温和 农作物品种丰富 植被覆盖面广 天然花卫种多 所以非常适宜中华蜂养殖 大家熟悉的都是什么 大王叫我来巡山 这是什么 大王带你来巡山 对 那我们这是什么山呢 我们这个叫做 麦地冲 大王这个时候他就 要抱抱撒娇 当这个时候呢 就给我们一个 就是一个讯号 就说什么 我们不是要找蜂蜜吗 他刚才就说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你知道吧 那我们不如到村子里 找村民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带我去 找寻这个蜂蜜 好吧 走 大王大哥 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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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我们是那个 七彩飘香美食探寻者 我是蓬蓬 然后就是 我的丹妮克哥哥 蜂蜜 对 麦地冲的这个 我听说蜂蜜是特别好 那我想知道大哥 你知道哪里有蜂蜜吗 我们麦地冲村 吃吃代代 家家库库 都养蜜蜜 那也就是说 咱们全村都是养蜂人 采蜜人 是吧 都是蜂蜜的天堂 是不是 只觉得这个村村好甜蜜 对 我现在好像都已经 能够闻到了 那你麻烦你啊 带我们去探寻一下 这个蜂蜜好不好 行吧 那就让大王先在这儿 休息一下好不好 对 你就把它放在里了 然后一会儿我们来找你哦 待会儿我们会不会来找你 绝对找的 来 大哥能带我们过去 你带我们去养蜂场吗 还是先尝尝 我们这里就是养在墙上的 这墙上还能够养蜂啊 是 这里养蜂的方式很多的 有养在墙里边的 还有养在树洞里的 门头上的 门头上的 防徐物后都是蜂场了 那就是到哪儿都能够 吃到蜂蜜就对了是不是 我总觉得我身边站着群星 现在你马上去掏蜂蜜吃什么 看看这家有没有人啊 有人在家吗 你好 大姐 你好 你好 那蜜蜂是你家的吗 是的 那那个墙上的蜂蜜 是不是就是咱们四海烤牙店的 那种刷的蜂蜜啊 不是 我们再到其他家去玩一玩吧 对 那行 谢谢您 最佳的蜂蜜 养在哪儿 这就养在哪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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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家的蜜蜂 是养在这个阳台上啊 我们家的蜜蜂 是世世代代的放在这个阳台上 不会遮人吗 不会 那咱们这个平常的就是 它的使用用途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是白花蜜 用来擦拨高点 用 点心 其实白花蜜呢 它起自这个白花的精华 哦 其实它的功能可多了 是吗 有这个解毒清热 转退和种收敛 暖暖的功能 哎呀我这是越听我的心 就越痒 那这个是就是咱们那个四海烤牙店 用的那种涂抹的蜂蜜吗 不是 这叫人正在割蜂 这在割蜂 我们上去看看 好玩 大哥 你在干嘛呢 割蜂啊 那个 让我能看一下不 这里养的菜花蜜 哦 菜花蜜 它是采农作物的花粉 来酿起来成的蜜 它既有行血迫弃 消肿散结 和谐衍生的作用 你发现没有 就这个味道 不是说像很多蜂蜜 就吃起来就是太腻的感觉 对不对 好甜啊 那咱这蜂蜜是专门就是 给这个四海这家烤牙店 就供蜂蜜吗 不是啊 哦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寻找 这个用在烤牙身上的这个蜂蜜 对对对 行 那您赶紧带我来继续找 咱们再到别区期望一下吧 对 好 那谢谢大哥 这一会儿我就拿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走 走 麦蒂充村民世世代代善于养蜂 墙壁 阳台 土堆 都成为了养蜂的场所 但这些地方产出的蜂蜜 都不适合用于制作烤牙 那丹尼斯和蓬蓬要找的蜂蜜 究竟在哪儿呢 这里的蜂蜜很特别 它是养在万亩山林里的 现在这个地海拔有多少 海拔有两千一 海两千一 我感觉我已经到五千了 可能是血压到五千了 好棒 是不是那边 我们过去看看 好 你看这里它们正在割蜜 它这个绝构很奇特 它是拿树洞来做的 这是养在树洞里的蜜 树洞 对 我看这个好像是感觉 用那个灌木搭了一个窝的感觉 用树皮 一整块的树皮捡起来以后呢 大哥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蜂蜜是不是 四海烤鸭店专供的那个蜂蜜 是的 是的 这个就是那个吗 翻过了一个山头 得来还是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 这个时候脑子像突然出了四个字 苦尽甘甘甘 终于找到了 真是 所以这么半年间 才真正找到 就是说四海烤鸭 真正要用的这个蜂蜜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 就是更多要获取它 到底是怎么好的 对不对 泥梁断树蜜产于脉地匆匆后 鲜微开发的原始乔木森林 森林以断树为主 断树蜜由林中中华蜂 采集断树花粉酿造而成 断树蜜不仅口感清甜 分方营养 还有密气补肾 止痛解毒等多种功效 所以现在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成啊 好了 那我觉得要不然我们就先换装 先来体验一下如何去割这个蜂蜜 好不好 好 大哥 我准备开始了 我直接拿手套 行 这个时候 不要把你张飞的性格表现出来 薰你想要拿这个 这个什么艾草 对 艾草 烟炙 对 好大 现在可以 我这个就不用了 就给我了 这个你已经不只是熏蜜蜂了 我们都被熏到了 来 我这个时候怎么那么呛 你把它放了 这样呢 慢慢的 平平的 一 一 A的机器 我几次都想直接这样吃 然后突然发现我是穿着这个沙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见到下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中间的环节 究竟的环节 怎么讲说这个蜂蜜最适合咱们这个伊朗的烤鸭 那可能你们得去问 你们怎么了 还是得去尝尝烤鸭才能够知道 对 就是这个从哪来到哪去对吧 好 那咱们再甜甜腻 然后咱们就可以下山了好不好 走 又来了 您好 我们今天这个探寻还是非常有收获的 来 您看看我们的鸭大王如何 这鸭子就是我们当地的本地环节 这个非常不错的 是啊 来 您看看 我们专门爬了那一树山 找到了这个 这是你们找来的 对 尝尝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对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断树花蜜 伊朗当地的食材呢都已经找到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真的更加想要领略这个 这个伊朗烤鸭的这种料理技术 那咱们收一下 然后您带我去感受一下这个烤鸭 好的 好的 我们去烤鸭 烤鸭吧 好好 走 走 来 走 走了 这个正所来说 这个砍柴之前呢我们要先去磨刀 所以说烤鸭之前呢我们要先准备烤鸭很独特的一种 它的一种燃料吧 就算是 对吧 咱们当地这个叫什么 我们自己叫松茅结 松茅结 其实呢就是这个松针 松针 对 对对这样 那我们要把它倒成 打成这个结 打成这样的话 然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就要我们专门有一种工具 现在我就简单地示范一下 好 没问题 好 你拿着这个小高高 不是这样吗 对对对 你转 然后你再续就行了 是吧 记上吗 记起来 记起来 然后就像是 然后把它晒干 对 把这种晒干 晒到这种长度呢 就像这个干的 可以点火嘛 就是一染物 一点就走了 一点就走了 就用来烤鸭了 咱们这个宜良烤鸭必须要用这个断树花蜜嘛 对不对 但其实我看这个松针在行 在那附近也是有 两者的结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像这个断树花蜜 跟这个松粘两者结合融为一体 它的香气非常独特 断树蜜的香味在烤制麻鸭时 会散发出清淡草木香气 干香气与同样用于烤鸭制作的 云南松松茅的香味相互融合后 可去除麻鸭本身的鸭山味 故在数百年前 被宜良烤鸭制作者 选为宜良烤鸭专用蜜 那你看咱们现在已经都准备好了 这个燃料对不对 那下面咱们就正式进入到 一部烤鸭的香草烤鸭好不好 好 李总 那您就告诉我一下 就是咱们一辆的烤鸭 第一步是什么呢 现在要烤的第一步是三米 您这个主要目的是胃 还是胃 因为它皮脂是胃的 那我们是要等多长时间 一般我们风干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那我们这个炉子 一般是需要 炉温是多少度的 这个温大概在八九十度的 八九十度左右 这个那边 但是我们一般是用手 老师傅要有经验 手一摸就知道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 我们拿手试一下 这个大概会是在八十度左右 一般要上次 上次试 差不多八十度左右 正好是这样的 现在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多烤点 跑们一会儿就可以多吃点 好了 大概我们需要 真的是烤制 需要五十分钟左右 五十分钟 好 时间 那么好了 我们就要等待五十分钟了 好了 现在五十分钟时间到了 究竟什么样呢 这种浓郁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看到了吗 这个已经就冒油 这冒油是什么 冒油就是一种用户 就准备可以上桌了 对吧 对 这个拎出来就可以上桌了 好 反赛而归 四海烤鸭 遵循古方古法烤鸭 选用的麻鸭 段树蜜 云南轻松 都是数百年总结无数经验 精挑细选出的食材 每一种食材 无不体现一辆烤鸭制作者 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一桌的全是烤鸭 而且李总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那个意思 就是感觉像三碗不过港 意思不会是要我们这全吃下吧 我觉得我可以 你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吧 你可以是吧 我可以 好 那我就吃一只剩下的东西来吃 一会儿镜头做一个见证 人家好多哦 我吃这个鸭肉的时候 它的肉质很紧实地包裹在一块 然后就入口就很嫩 它这样这个肉质就是很紧实 然后它是成丝状的 这个鸭呢 看着瘦 但是它非常的香 它的肉质太别好 是我们这里独有的 它吃的食物是 吃那些活鱼活虾的 所以这个肉质太别好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李总 你是不是没有放那个断树花蜜 因为我感觉它的皮并没有多甜 我们的牙齿就是用那个断树花蜜烤制的 因为断树花蜜 用断树花蜜了 它跟那个青松猫 它的融为液体 它的香味才非常的独特 它只是有香味 它不会有太大的 也清香味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在烤鸭的时候 不是用的那个松蒸吗 但是为什么不用更方便一点的 比如说电烤啊 或者是炭火烤啊 这样不是烤出来的鸭子会更快吗 你说的是现在这些先进的方法 因为这个烤鸭传承了几百年的历史 这是最传托的烤法 因为它吃出它的颜值颜外 还有呢它像这样烤出来 就干健康 三态 营养 我们四海烤鸭呢 也是研续这样的古法烤制的 为的就是研续与传承 让这种匠人的精神 带给买一位光临的顾客 那它每家每户 烤鸭都是拿这个断树蜜刷酱吗 还是不一样 大同小异吧 宜良的烤鸭 各家都有各家的蜜方 但是都是在研续着古制的方法 所以呢真的就是边吃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到底我们回到我们的飘鸡厨房之后 要做一个怎样的一道料理呢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元素的结合啊 首先第一 我们的用的食材 必须要货真价实 第二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 要有一个结合 因为我刚才有说过 其实你就会发现 美食真的会走路 你看在北京 然后大西南 将近三千多公里 对不对 三千多公里嘛 然后对 它有这样一种转变 对不对 我觉得把这种文化 要去结合起来 所以四种美食是什么 就是让它做的 美味 简单 方便 对吧 然后吃得爽 就可以 期待一下 好不好 我对烤鸡厨 一直都是用传承的烤鸡 我们的烤鸡 只用我们一辆当地的模样 烤鸡 我就是一个传承下来的烤鸡 就是传承道子的 我觉得没问题 我们家的烤鸡 是用不方法烤鸡的 味道 刚几百年前的一样 我们宜梁县是烤鸭之乡 我们宜梁传统的烤鸭技艺 不会在我们这个地方吃船 而且我们要发扬光大 让我们的宜梁烤鸭 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烤鸭是北京美食的代表 更是京城文化的见证 然而在三千多公里外 云南医疗 这种美食文化 能以传承的演续 让当地人更加的适应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 两种美食文化 碰撞出来的烤鸭料鸡 会擦出什么样的红花呢 不要眨眼 马上呈现 去好皮 去好骨的鸭肉 放入料鸡之中 小这种美食文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